大家好 我是Wilson 鄧威純 近年接觸有很多投資者 他們都會問同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美國的科技股 他們經常說這些科技股的累積升幅已經這麼多 又升了這麼多年 現在走進去會不會很危險 會不會很快爆發呢 還有這些科技股還會不會繼續升呢 問了很多年這個問題 但你看到這些科技股仍然在升 仍然在創新高 投資者問這個問題 很可能是他們見識過當年2000年 科網股爆破的時候 .com的年代 當時見過泡沫爆破之後的威力 所以現在大家會想 會不會現在科技股也是這樣 其實是很不同的 因為2000年這個科網股 其實他們有很多公司 都沒有一個盈利的基礎 就是當時的投資者 對他們的盈利前景 就看得非常非常樂觀 給了一個很高的預期的市盈率 但是始終有很多公司 真的賺不到錢 所以這個泡沫很快就爆破了 但是現在我們在看的這些科技股 其實全部尤其是那些大的科技股 他們全部都是有一個 很實在的一個盈利基礎 你看到他們每一年的現金流 都是非常之強 負債就近乎沒有負債 每一年的收入增長也是非常強勁 毛利率又高 而且在各市的行業 他們的市佔率都是非常之高 所以現在的科技股 是完全跟2000年的科網股是不同的 但是問題是 接下來他們又升了那麼多 接下來還有沒有升呢 我們覺得科技股仍然有上升空間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現在全球的企業 無論是科技業也好 或者是其他傳統的行業 譬如製造業或者飲食業那麼簡單 都正在加大在科技方面的投資 因為科技令到他們的本業生產力可以大大提高 同樣的人手 但是可以生產更多的東西 或者減少了人手之後 仍然可以將生產力提高 這就是科技的威力 今時今日如果你不投資在科技的話 就代表你的競爭力也會減弱 接下來有幾大範疇 大家要繼續留意在科技領域裏面 相信增長會很快 其中一個就是人工智能 AI 人工智能不是單單一個口號 或者單單一個概念 你看到人工智能很快 已經改變了很多行業的面包 令到很多行業的生產力效率大大提高 所以未來仍然會有很多大企業 會加大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資 另一方面要配合人工智能的發展 晶片業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人工智能要用的晶片 它的精密度和速度都要更加高 所以半導體行業會和AI同步發展 另一個同步發展的行業就是雲端 要配合到AI的速度和它製造出來大量的資訊 必然要一個更快的載體 雲端就是這個載體 所以雲端接下來會有很多企業 加大在雲端方面的投資 雲端和AI的關係也是不可分割的 另一個關係很密切的行業就是網絡保安 什麼都放在雲上 保安也要加強 大家都見識到近年的網絡犯罪 真的越來越精密 所以現在對網絡保安的要求更加高 尤其是AI的發展發展得這麼快 雲端也發展得這麼快 所以也是企業在網絡保安方面的投資會加大 這幾大行業AI、人工智能、雲端、網絡保安、半導體 就是科技業裏面一個四大範疇 大家接下來必然要留意它的發展